刘培園的英文教室 常见错误篇第77集 我们看看常见错误吗 常常看见的错误吗 比如说你需要赶快来看看 这电子邮件 You need to read these mails as soon as possible You need to read these mails as soon as possible 看起来对啊 你需要 You need 你需要 不能有两个动词吗 所以加个to 去读 这电子邮件 这个当然 电子邮件我们加个1也可以 这个倒没有问题了 那当然不加1就是一般邮件 那我们就把电子去掉 你必须要看看这些邮件 这些邮件嘛 这些嘛 一定是不止一封加s 这个as soon as possible 就成语尽快的 没有问题啊 我买了许多苹果送给你 I buy a lot of apples for you 买buy 动词加ed 过去试加 或者过去分词加ed 也对啊 I buy a lot of apples for you 许多的苹果 苹果可以数吗 加s 这当然是个低级错误啊 这个国中程度都没问题 Larry上个月投资200万元 在股市 Larry had invested two million dollars in stock market 这个股市 股票市场 last month 上个月 Larry had invested two million dollars in stock market last month 是不是two million 这边是不是百万加s呢 这两个百万 Larry他投资了 已经投资了 完成式 已经投资了 200万美元 这一般来讲 你没有特别那个钱的符号 就是美金 因为美国大嘛 这英文是他的嘛 但英镑是另外那个符号 像L的 中间一个横 那个横杠 那如果是台币 你叫加一个NT 人民币你就加个RNB 如果是加拿大 你就要写Canadian dollars 日元你就要写那个Japanese yen 那韩语你就要写 那韩语你就要写 那WON 不加Korea 没关系 但是WON 因为只有他用那个 那如果写港币 你叫Hong Kong Dollars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的用法 我希望能尽快看到你呢 I hope I can see you soon 也对啊 那我希望能成为 伊万富翁这两个的希望 你看 这个过去是 这个现在是怪怪 到底怎么回事呢 I wish I can be a billionaire someday 所以这些都是常犯的错误 再看看你们找得出问题 You need to read those mails as soon as possible I buy a lot of apples for you Larry had invested two million dollars in stock market last month I hope I can see you soon I wish I can be a billionaire someday 以前是百万富呢 Millionaire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像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搞不好以后又变成那个Zillionaire Trillion Trillion 所以那下一个呢就是 兆 兆就是Trillion Trillion 那英文最多就是一个Zillion 兆十万 一个兆是Trillion 因为你看百万嘛 再加三个 百万千万亿十亿 十亿百亿千亿兆 就到Trillion 十兆百兆千兆 一千兆就是Zillion 但是Zillion也不能说千兆 就是无数的 所以大概这个情况 好我们看看 错误在哪里 你需要赶快去看看 这些 不管邮件 电子邮件 反正邮件 You need to read this mail as soon as possible 为什么这个 加S的反应错呢 如果我们说可以数的是letter L-E-T-T-E 它也是文字 也是信件 那可以的 mail主要是指一次来的 一次来的信件 letter当然可以是不同时间寄来的 你说一次来有很多信啊 可是letter 这个mail 它是集合名词 所以集合名词很讨厌 它是英文特殊状况 它明明是复苏 它没有复苏形式 这英文很特殊的 中文没有这种观念 完全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mail 它是集合名词 没有复苏 所以我们说你看了很多信 也是不加S 特殊状况 那mail这个字呢 信件它有另外一个窍门 玄机 就它 比如说 你在那个中古的这个 战争片里面 常常出现这个mail这个字 什么意思 盔甲 它等于是Armor 等于是Armor的意思 什么 没有你看信件 跟盔甲意思差多少 它也可以是动词寄信 好所以 我们在讲 You need to read this mail as soon as possible 不要加S 集合名词 那我买了许多苹果给你 I bought a lot of apples for you 这是低级错误 这个动词 所以英文的动词 因为动词有三种属性嘛 现在式嘛 依照时间嘛 过去式 还有过去完成式 所以它有的三个字 一样像 像那个HIT HIT 它就是三个字都一样 有的是三个 三个时代都不一样 有的是呢 动词是一个样子 过去式跟过去式 又是同一个样子 所以千奇百怪 那有的呢 过去式跟过去分词 又可以用两个字来表示 都可以 都可以 那像这一句 Larry上个月投资啊 200万美金啊 美金啊 在股市 我们要说 Larry invested 2MD in stock market last month 这个百万呢 或者这个Million Thousand Tillion 这些呢 前面有数词 数词就是1,2,3,4,5,6,7,8 就复数的时候 2,3,4,5,7,8 它不需要加S 当然它后面Dollar要加 就这个没有问题 而出在哪里呢 这个 have 或has HAV 或HS 它后面接动词 加过去完成式 这叫 完成式 叫现在或过去完成式 可是呢 它要有一段时间 它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如果光是一个时间点 它不需要用完成式 你不要说 我已经完成了 是没有错 已经完成了 可是呢 它一般来讲 后面要加一个 比如说 它就上个月 上个月投资 又一个 过去式就可以 它上个月投资了 那你说 我不是啊 我是讲上个月 已经投资了 那你干脆所有过去式 全部 都加 ahead 过去 因为 只要过去 你已经做过 全部都是 不是 不是这个观念 不是这个观念 完成式呢 所以又是中文 这个名词害死人 当然它是完成了 没有错 可是 过去是 那个完成式 主要的 它的那个 它主要的核心思想是 它是一段时间 持续一段时间 就是已经 我们翻成中文是 不是已经 一直是 一段时间以来 就是讲的 比较好 所以这个完成式 它 它这个 应该翻成什么式呢 也不能讲说 一段时间是 这个也太拗口 所以就是 现在完成式就是 过去一段时间 到目前为止 持续的一段时间 你不管三天啊 两个月啊 十年啊 一万年都是 那过去完成式呢 就过去一段时间 到过去 到昨天为止都可以 到上礼拜 到十年前 到一亿年前都可以 反正 一段时间 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啊 那后面都要加 那个过去分词 所以有些那个 大家搞不清楚 说都是加ED啊 到底是过去是过去分词 我们有时候可以分 如果它单纯的是一个动词 加ED是过去是 如果前面有这 head head have 等等 或者B动词 它就是过去分词 这动词有时候很麻烦啊 它这个 有时候它ED或ING 它 它 它又不是 又不是 现在是 现在进行式 或者是过去式 过去分词 它又是形容词 它词心都转了 变形容词 比如说 I'm interested 它就 它就不是什么过去式 过去分词 或者 It is interesting 它就变形容词了 所以这个 也比较特殊的 那我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你 I hope I can see you soon 啊 用could错了 那我希望能成为亿万富翁 I wish I could be a billionaire or something 这个用could 过去式 用could错了 这奇怪 嗯 什么用过去式也错 用现在式也错 就是 我们先讲wish wish跟hub差在哪里呢 不太可能 成真的用wish 所以我们一般那个 比如说 过生日许愿 I wish I wish 那几乎成不了真了 你能成真你就不会wish了 因为你为什么 你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说 我 我希望 我爸爸 严正 末期可以好 他好不了 我希望弟弟能够再活过来 不可能 机会是零 是负的 零 不可能 我希望成为亿万富翁 所以wish 你不能说是 这个 几率是零 几率百分之0.5 0.6 百分之一 就都可以用wish 就几率很低的意思 从很低到不可能了 就一般人认为 就是简单讲 你说 你许个月 I wish 怎么样 你还一听 太穿越了穿越了 不太可能 这种叫wish 那hope就说 有可能哦 机会大不大 不知道 但你要努力的话 运气好不好 搞不好会哦 那这种就hope 甚至wish 都用过去识 就是人家一听 就是 现在 就是你许愿的东西 跟现在是相反的 当然有些相反啦 比如说你现在穷人 希望变有些人 就是相反或者不可能的 不太可能的 反正就是 跟你现在 甚至未来 反正不太容易做到 相反的 有过去识 那所以我希望能尽快看 那当然可能啊 但也不可能啊 搞不好他就不来了 那不管 这种机会至少比较大 这种机会现在识 I hope I can see you soon I wish I could be a billionaire someday 所以这些常常犯的叫 常见英文错误片 就这边有八个YouTube频道 所以你要是真的英文好的话 你看了这个之后 你如果真的有心在看 你英文不好也很难 可是当然现在人 就不是啊 最好是 你过五秒钟 五秒钟能吸我眼球 帅得运气好 老子就稍微勉强看一下 你要是二十秒 你吸引不了我眼球 那么就马上 看别的 所以现在人不是 现在人是 他求知识是 你要表演给我看 我有兴趣 我再看一看 他不是 真的 以前是说 哇你讲的好 哇拜师学义 所以如果现代人呢 孔子到现代呢 那现代人会说 孔夫子啊 孔秋啊 秋啊 来来来来 你什么什么六亿啊 来来来 孔秋啊 秋帝啊 秋哥啊 来来来 秋哥 来你表演一下 来上抖音 来上YouTube 上什么Twitter 来来来表演一下 好看的话 老弟我高兴 我就给你个脸 我就勉强看一看 现代人就是这样子 那古代一好 马上哇 速修拿上去 跪拜 祭天地 什么什么 一大堆人管理 这不一样 当然现在你说好学校还是好了 比如说美国民校啦 哈佛啦 牛津啦 剑桥啦 麻省理工学 他们的学生还是 就是知道什么好坏 好好学 但是像跳梁小丑太多 像一般的放牛班 你这个学校 尤其台湾这个学校 全部到大学 就像银行 全部到银行 信用合作社变银行 到时候完了 很多银行弄不下 大家都想变大学 可是你没有 没那么多人才啊 没那么多喜欢念书的 废话不说 我们再把正确念一下 You need to read this mail as soon as possible I bought a lot of apples for you Larry invested two million dollars in stock market last month I hope I can see you soon I wish I could be a billionaire someday 这集讲到这里